我現在是早上九點鐘來到 已經超級多人 這個絕對是香港吃不到的味道 他們行業什麼都一定要吃 因為回家就會吃到 Hello Please 團友 歡迎回來平民美食團 我是你的導遊Margo 來到新加坡又怎麼會 正是跟大家吃一些酒店餐廳 或者貴價餐廳呢 今天就會跟大家在新加坡 找一些當地人都會吃的平民美食 在我們出發之前 希望大家幫我們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Go Go 食便宜的第一站 就帶大家來到蝦珠丁隔離的 白蘭國街蝦麵 蝦麵就是相傳二戰時期 日軍食證的蝦殼蝦頭 就會留給一些平民百姓 那時候他們就會拿來熬蝦湯 而造成蝦麵 後期到大家社會發達的時候 就會加了一些蟹籽和蝦肉 我們這次試的是這個 3號的蝦排骨麵 它其實還有黃麵和白麵可以選擇的 我們這次這個就是混合 這麵兩種吃起來是 白麵就是粗一點的米粉 黃麵就是平時大家會在車仔麵吃到那種油麵的感覺 然後就是這個蝦湯 蝦湯它的味道其實都挺鮮的 但是沒有想像之中那麼濃味 不過它是很甜的 它是非常鮮甜的那種味道 它的排骨是醃到很甜的 裡面的肉是甜味的 但是它的肉就沒有煮到很軟 沒有煲湯豬肉的那種程度 可以在介乎蒸排骨和煲湯豬肉之間 有一點點咬口 但是又不是超級軟的那種程度 最後當然有蝦 它的蝦全部都是切對半的 我們點了一份小的 它就會有三件半排骨 和三粒排骨 比起它的湯這個蝦就真的普通了 始終都是背脊 就是正正常常的半邊蝦 其實這間就是我們本地的導遊 推薦給我們說是 很多人都會吃的 很好吃的 但是又比我想像之中好像沒有那麼特別 它是好吃的 但是只不過未去到一個零經驗的程度 私下是無妨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到 有最佳熟食中心之稱的 這個Maxwell Food Court 在這個Food Court裡面 我們就找了兩間的食物 分別在這個中國街五香罐場 和這個叫做羅野薄餅絲嵩的這一間 很出名的兩間都非常多人排隊 這個就是他們的豬肝 豬肝的一個卷 外面包一些腐皮 而且是拿去炸的 它會乾吃下去粉粉的 然後外面的腐皮就很脆 再加上中間有點爽口的 我看到是不是應該有韭菜 或者蔥之類的東西在裡面 我覺得這個OK 有一點點像這個韭菜 我不知道有一點像那些煙肉包著露筍 但是它的口感不是露筍 煙肉包韭菜的感覺 這個紅色的小腸就是半腸 它就是有些肉在中間 然後外面就我想是一些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是可能磨成熔的一些肉的質地 這個腸紅色的部分 入口是會好像豬潤 有一點散散的 但是它肉的部分是有咬口的 它是不是好吃 我又覺得它不是特別好吃 但是它不難吃 那是可以入口 但是又不吃沒有損失的一件東西 這個挺有趣的 因為它是炸到上面和下面 那個脆皮是很厚的 你咬下去的時候 就有一點像吃雪糕三文治的感覺 中間的組織 就跟平時我們吃到的魚蛋是不同的 所以是咬下去之後 會有一點點化開的那種 真的好像在吃餅乾夾著一些餡料的感覺 味道就不是說有什麼魚味 就是炸的那種油香味 那種炸皮味 剩下這個脆脆的三文治 就是這個叫做蛋片 然後還有這個潮州的肉卷 它就是跟剛才那個豬潤卷有一點點相似 但是它裡面包的應該是一些豬肉餡 就不是豬潤 它這個口感是很鬆化的 然後它的豬肉味很香 另外還有兩款汁可以給大家點 就有這個辣汁和不辣的汁 那個汁好像淡淡的甜味 然後有一點點像平時凍了的芡 有那種啫喱的感覺 但是就不太特別 我又覺得沒有對食物有什麼提升作用 這個魚蛋加辣醬 這個辣醬可以 有感覺 但是它是有一點士拉差的那種酸辣的感覺 酸辣醬就會把這些炸物 油膩的油膩減低一點點 有一點清爽一點的感覺 吃到辣的就一定要點辣醬 接著要試的就是這個羅野 我想可能馬來西亞文就叫羅喳 這個就是他們用特調的醬汁去拌勻一些油炸鬼 豆腐、魷魚、青瓜、菠蘿等等這些材料 但是聽我團友說 就好像這次沒有魷魚在裡面 不過試試看 這個是油炸鬼 它的醬汁是很濃的粉色 它有那種香的味道 然後有一點點辣 後補一張圖給大家看哪一個魷魚乾 有一個是薄片的魷魚乾 大家吃完整隻手指都是 那個醬汁的時候 你損手指的那種味就是那種味 這個醬汁是真的濃到未必人人 一包進口就接受到 接著就挑戰這個菠蘿了 我覺得菠蘿又好一點 因為菠蘿本身它有一點醬汁 就是它不是爆汁 我們平時吃開那種爆汁的菠蘿 但是它有一點醬汁在中間 它滲了一點點味道可以調和平衡那種濃的味道 用那種甜味去中和那種濃烈的味道 菠蘿OK 但是油炸鬼大家真的要小心點 油炸鬼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那你熟下去的時候 真的整個口都是那種醬的味道 青瓜 我覺得青瓜都可以接受 因為它本身有一點清新的香味在這裡 而且青瓜本身水分比較多 它滲了青瓜的水出來的時候 那個醬配合下去就會OK一點 容易入口一點 這個絕對是香港吃不到的味道 我覺得如果大家來到是值得一絲 還有這個好像叫做沙閣的食物 它吃起來爽爽的 有點像蘋果的感覺 但是沒有蘋果那麼甜 有一點青青的 很淡的 但是我想吃完這麼多種配料裡面 打大佬的一定是油炸鬼 建議大家由這個菠蘿龍開始 到這個青瓜到這個沙閣 最後才試這個油炸鬼 去吃它最濃烈的那種醬汁的味道 接下來我們就來到另一個大型的熟食中心 就是牛車水大廈這裡的熟食中心 這一區它都比較多人住 那所以呢 我現在是其實早上九點鐘來到已經超級多人 還有這個food court 是比我們平時香港的food court 或者是街市熟食中心都來得大很多 它是有超級多檔口在這裡 然後檔檔都很早開 就算它是買這個海南雞飯好 還是賣粽 還是我現在要吃的這個腸粉也好 它們全部都早上八點鐘左右 就已經開了 來到第一間我們要吃的就是街技美食 這間街技美食是我走完整個food court 最多人排隊的一間 無論是本地人 還是我之前上網做research的時候 都很多人推薦 我們要試的就是這個芋頭糕瓶豬腸粉 它的芋頭糕是一大個蒸籠 然後大家叫的時候它才會打開 再用刀去切開幾份 拿出來這樣 然後腸粉它就跟我們平時在香港吃到的有一點點不同 平時我們在香港吃到的豬腸粉 那個皮會比它這裡厚一點的 它這個是很薄的 而且它是捲得沒那麼整齊的 感覺上 然後就加上甜醬 辣醬和芝麻一起吃 它的腸粉薄得來超級滑 然後加上甜醬和辣醬 很好吃啊 那我想這一間的甜醬 比起香港的沒有那麼甜 再加上那個辣醬 它是有些香菜的味道在這裡 很好吃 然後就是這個椒排芋頭糕 雖然這樣夾起來有一個很高狀的感覺 但因為它真的太綿的關係 吃落口的時候 那個口感是有點像瓊了的忌廉湯的那種感覺 完全不需要用牙力就可以吃到的一個食材 我覺得它是加甜醬辣醬是應該要的 因為本身它的芋頭糕呢 味道不太濃 除非你吃得比較清淡一點 否則都應該需要有些甜醬辣醬去加持一下 這間真的不錯吃 這一碟就兩個二波子 即是為香港可能10元15元左右 香港這個價錢也未必吃過那麼大碟 又有豬腸粉又有這個芋頭糕 不過提提大家 新加坡的辣醬通常那個辣的程度 會比起香港的辣醬來得辣一點 那如果大家是不吃辣的話 可能就要加少一點辣醬 這間真的推薦大家來牛車水試一試 第二樣要跟大家試的就是這個水果 就不是平時大家吃那些水果的水果 而是潮州菇的那種果 這一種水果就是用白米磨成粉 再拿去蒸成膏狀的一種菇 那上面加了的應該就是一些菜脯 蔥啊蝦米等等這些香料 那就是調味的 它的質感其實刺下去有點鬆 比較容易斷的那個質地 這個米糕其實本身是真的沒什麼味道的 還是會有少許的米香在中間 但我覺得這個口感吃我 有少許像在吃漿糊筆的感覺 地生我沒吃過漿糊筆 但它那種黏黏的程度 比起剛才的芋頭糕再更加來得厲害 因為剛才芋頭糕也還有少許 芋頭的質感在裡面 但這個米糕它把米粉磨得很好 而做成這個糕呢 那中間其實真的沒什麼特別的火粒在這裡 很幼滑的一個糕 加上一些菜脯 這些菜脯就超級濃味 所以配上一個沒什麼味的糕就對了 菜脯咬下去有點爽口 混合在這個其實沒什麼質感的米糕裡面 這樣就可以增加食物的層次 另外如果大家吃辣的話 還可以加多一個辣醬 但它這個辣醬就是鹹辣的辣醬 這個水果雖然不太適合我口味 但我覺得一場來到旅行什麼都要試一下 其實本身還想和大家吃完 裡面有一間是有米芝蓮一星推薦的料飯 香港油雞飯店 不過很可惜 今天星期日的時候 它們就沒有開 那就可能要等下一次機會了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 為什麼在飛機上還有得吃呢 因為我們上飛機之前 導遊在Juels的這間老爭記 買了它最後送給我們的禮物 就是這個咖喱國 大家都看到這個老爭記是 是1956年 相當好 上網也看到有不想人介紹 它這個咖喱餃子 是必吃的 我就趁著這個機會 跟大家試一試 試完這個最後的平衡美食 但我不小心放在袋裡 摘爛了 應該沒有影響到的 沒有影響到它的味道 除了凍了一點點之外 我都把它放在飛機餐上 它這個味道有點像 我們吃的那種角仔 但是它又沒有角仔 那些皮那麼硬的 它就鬆化了一點點 又有帶一點點鬆皮的感覺 咬下去就鬆化了 它裡面那個咖喱餡 是有雞肉 有薯仔 還有有雞蛋 這幾種配料 那種咖喱味很香 它是偏向印度那種多香料的咖喱 還有它的餡的水分 是調節得剛剛好 就是不會吃下去的時候 過分於柳質 而是有少許把所有裡面的材料 都好好的黏住 那個質感調下去 它已經順口 我想趁熱吃應該會再好吃很多 我自己比較喜歡吃 邊邊多酥皮的這個位置 因為它中間的咖喱味 都比較濃一點點 我覺得吃多一些脆皮的部分 會平衡得好一點 如果不是只吃中間 我就覺得太刺激 有少許太刺激 不過它這個濃郁的味道 如果大家是喜歡吃這些多香料的咖喱 一定會非常喜歡 有機會大家去新加坡 都可以試一下這個 去旅行的東西都一定要吃 因為回家就會吃到 所以不管它好吃不好吃 都一定要先試一下 那這次和大家在新加坡吃平衡美食 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還想 我有機會和大家去其他本地葡萄街的話 就記得要訂閱我這條影片 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是分享給更多朋友觀看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了 拜拜 拜拜